各位好 我最近入手了一套很有趣的電磁鼓 Hitman HD27 影片中你看到的是這套鼓第一次演奏 這支影片當中我要分享這套電磁鼓的功能 以及我簡單的看法 影片當中使用的是連場設定的音色 是讓這套鼓的每一個打擊板 每一個電磁銅拔都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調整音色 現在介紹在我演奏當中所出現的這套電磁鼓的功能 在小鼓的打擊板上一共有三種音色 分別是正常的敲擊鼓皮的音色 以及Rim Shot就是打鼓皮同時壓框的這種音色 以及Rim Click打在框上面的這個音色 Tom Tom以及Flo Tom打擊板都有框的聲音 首先我注意到的是這套鼓的框音 Hi-Hat這個拔片一共有三種音色 分別是踩踏、敲擊以及放開這三種音色 至於Crash這一片電子拔有兩種音色 Rite也有三種音色 拔杯也就是Bell以及Flash 就打在拔面以及Flash這三種音色都是可以使用的 Rite跟Flash這兩片電子拔都支援抓握的功能 你可以在敲擊之後 輕捏電子拔的邊緣 就可以把聲音悶住 Hi-Hat踏板使用的是線控式的踏板 沒有Hi-Hat的架子 有些鼓手會比較喜歡Hi-Hat的架子 但是我比較希望是線控式的踏板 我喜歡這種線控式的踏板 Hi-Hat 原因是因為它可以省非常多的空間 在視覺上也會覺得比較清爽 microfibro 現在你會注意到 當我在敲這一片Rite電子拔的時候 這個感應器,可以把我的演奏力道變化表現得非常好 現在影片中我所使用的是演場的參數 並沒有特意的調整每個打擊感應器的靈敏度 這些感應器之間能夠良好的獨立運作 沒有串音的狀況發生 跟他的鼓的價值設計很好也有關係 現在試試看在Ride上面做Crash這個動作 當我的左手在小鼓上面點擊非常輕的Ghost 每個聲音都可以清楚的被聽見 但是力度的表現又不會過度誇張 沒有力量的渲染 現在來聽聽看hi-hat開盒之間的音色效果 現在我要在Floatom上面做一些測試 我會在這個Floatom的演奏上面加了很多的裝飾音 跟Ram 有的電子鼓的感應器 Ram的這兩個點 靠得太近的時候它就感應不到 聽起來只有一個聲音 目前Hitman HD27的感應器 能夠把這種細微的時間差處理得非常清晰 這些輕音 Ghost Dressing Note 裝飾音、重音之間的層次感 可以表現得非常好 有時候我會遇到一些電子鼓讓我的力量過度放大的感覺 有的時候則是相反 多用一些力 才能夠表現出你預期當中的力量感 如果電子鼓的動態表現 與鼓手的預期有太大的出入 會讓動作變得沒有那麼輕鬆自然 先簡單講到這邊 這只是第一次演奏 Hitman HD27 後續的發現跟感想 再慢慢的分享給各位 MING PAO CANADA